民眾買車但是車商在交車的時候才告知說要漲價 讓他非常的傻眼 網路趕快PO我來求救 原來這問題就出在 1314年式的車 如果要改成是2014年出廠的車的話 這麼小小的改版就會產生價差 如果突然要改車式 這買賣契約就得重定 試乘舒適度 詢問汽車基本配備 再看看引擎室這是許多民眾買車錢少不了的SOP 選購汽車不光是看引擎看配備看規格 這些東西都弄清楚了 但是您的這一張汽車買賣契約書寫清楚了嗎 有網友PO文求救 因為他向進口車商買車 原本要買1314年式的車 但後來想改買正14年式的車 交車後發現同樣是新車 但是正14年式的車卻要漲價 讓他覺得好吃虧 很生氣啊 因為買的價格他說的都是一樣的啊 啊當然到現在來說 年份有差異 當然對消費者來說比較 沒有保障啊 問題就出在1314年式的車是2013年出廠 2014年領牌 而正14年式的車則是2014年才出廠 同款車但是有小改款因此會產生價差 來看看這四款車型 英式休旅車 New Mazda 6 Super Sentra 跟86 這幾款車商表示 上市後車價與預售車價若有價差 才多退少不補原則 但以下這幾款車就不一樣 GTR G37 R 扣那 以及 M4 這幾款車若產生價差就要多退少補 所以買車前要睜大眼睛 應該價格有變動那個業務本身要有告知的義務 然後有經過對方同意 這個合約買賣才算正確的完成 出廠年份不一樣的話 那的確可能會導致標定屋是不同的 可能會要另定契約 14年出廠的話 可能價格上會有所提升 原本要買1314年式的車 後來改換正14年式車款 中間若產生價差 買賣雙方付訂錢 還是要仔細確認合約內容 記者公益德卓一茲 台中報導